当大家都还在用法国、美国、日本的高端护肤品的时候 一些低调的贵妇早就开始沉迷于 那些法国、德国跟瑞士的一些低调神秘牌 这些只想自己用、不想传开来的回春护肤品牌 到底是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 最讨厌那些考一百分的同学 都说自己没有在念书 这些有好东西不分享的人真的很讨厌 今天啊,我就要来偷偷跟你们分享 一些贵妇都在低调使用的一些神秘品牌 这些高科技的品牌啊 为什么贵妇都偷偷在用呢? 因为他们用到了很多智慧的高科技 还有天然的植物做后盾 而且因为他们都不是大集团在经营 所以很容易就缺货 难怪这些贵妇偷偷都在使用 第一个啊,我要介绍这个来自瑞士 这个全部银色瓶身的一个牌子 它是SWISS PERFECTION 就是瑞士的伯菲尼 这个瑞士伯菲尼的品牌的创办人 他们其实是非常有钱的瑞士的银行家 他们就创立了这个动物的活细胞的品牌 因为羊胎盘的这个毁春细胞非常的流行嘛 可是呢,这个创办人家族啊 他们其实一家人都吃素 就觉得说,我们一家人都吃素 可是在用这个动物的细胞研究好像不太行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来想想看 会不会是植物的力量比动物的活细胞更大呢 结果好消息发生了 大概在1998年 他们就发现了原来植物的活细胞 可以比动物更强大 他们就用到了瑞士有一个大概300多年的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植物庄园 那个庄园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瑞士的植物 他们发现有一个就是鸢尾花根的植物 他们的这个花根的这个根部的部分 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韧 就是在冬天他们也就是活得非常非常好 他们就用那个大概196度的低温萃取去冷冻干燥 所以他们就创立了瑞士伯菲尼的品牌 那现在啊,就是在欧洲的宝格力饭店 还有四季的饭店 其实他们都有用这个鸢尾花根的这个冰干活细胞的疗程 这个活细胞的疗程大概应该算是现在世界最贵的疗程 大概一堂90分钟的课程 要价28000到50000台币哦 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可是因为效果真的非常的惊人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就是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 飞到欧洲去做这个疗程 你真的可以试试就是他们瑞士伯菲尼 大家都在秘密使用的这个精华液 它叫RS28的神效精华 那我自己有使用啊 因为它的这个精华液啊 挤出来其实是很透明感的 就是你感觉它像水一样嘛 可是它涂开来却是一种很润 很像擦完乳霜的质地 它有一个小小的秘称 就是超越医美的泪肉毒感菌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很平滑透明的精华液 可是它擦在肌肤上面会有一层很柔软 会让肌肤变得很柔软很平滑 有深度的保湿感 所以你的一些纹路就会瞬间好像被抚平 就好像打了肉毒感菌素一样 难怪这些贵妇使用的时候会觉得 我不想告诉人家 我也没有去打什么什么针 可是我的皮肤就是看起来很痰润很饱满 没有任何的纹路 第二瓶啊我想要大力推荐的 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有一瓶很厉害的霜 那这瓶霜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是一个助颜的颈肤霜 肌肤比较松弛啊或者是下面有一些嘴边肉 不知不觉的垮下来 你都有点觉得说怎么办要拉提起来 你就可以用这瓶霜 看起来它就是有点点带光泽感的一个乳霜 就是比较是属于湿的霜 那我觉得有一些高级的乳霜 它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做暖霜的动作 那这瓶其实不用暖霜 就是它也非常的好吸收 就是擦完之后它是一个有点是奶油水感嘛 然后擦完之后它就是很好吸收 你不用在那边搓啊揉啊 就是直接擦完之后 你的皮肤就是一样就是有点被包覆的感觉 它其实呢就是用到了 我刚刚说的那个鸢尾花的冰干精华 它还加了一些月见草油 还有一些保湿成分的微藻类 所以它就可以深入你的皮肤里面 提供更好的滋润感 那擦完之后啊 你的皮肤就会有一点点很自然的光泽 那如果你觉得皮肤很干 或者是很有敏感的感觉 把这个面膜轻轻的厚敷 其实效果会更赞 像使用完这瓶霜啊 你的皮肤就会有那种保水度跟紧致感 那我们肌肤啊 其实就像一个建筑物一样 如果你就是慢慢的老了 就是脸就会慢慢的下垂 那如果你用这个精华液 其实就是帮你重新架一个钢筋起来 那如果再擦这瓶乳霜 就像是帮这些在填满很好很好的 新的水泥所以你的建筑物就会老皮翻新 就会变得非常的青春跟自然靓丽了 真的是贵妇都在追的牌子 其实真的是也是不便宜 那因为它所有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所以你也不要被它的价钱吓到 不过它就是非常值得啦 第二个啊 我要介绍的这个蓝色的 这个来自德国的AB蓝霜 那这一瓶其实下在网络上也蛮红的 它是在2018年创立的啦 你不要觉得好像2018年到现在才两年多 可是它的创办人就是跟它同名的 奥古斯丁巴德这个科学家 它其实在做这个细胞再生研究 已经大概30多年了 这些贵妇默默都在追的这些牌子啊 其实都看上了这个细胞再生火化研究的这个keyword 像刚刚那个瑞士伯菲尼是一个活细胞的研究 那这个AB蓝霜其实是一个细胞再生的一个研究 这个奥古斯丁巴德啊 它其实是世界第一个发现 如何唤起人体的沉睡细胞再生的一个科学家 它同时啊也是在研究 有些烧烫伤的病患嘛 它们可不可以利用自己肌肤的再愈功能 去做这个伤口的愈合 然后它真的发明了一种凝胶 然后这个凝胶啊可以用来治疗三度烧伤的病人 然后呢它就把这个研究啊 放在它的保养品的领域 所以创立了这个AB蓝霜 这个AB蓝霜啊它的品项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就真的只有这个霜而已 只是分成就是比较清润的质地的霜 跟比较风润质地的霜 那它里面呢其实就用了它的这个激活的因子 就是你皮肤如果哪边受伤了 它就会智慧型的去寻找那个受伤的部位 然后去唤醒它 然后让它激活发生一个自愈的修护的能力 所以皮肤就会比较有弹性比较水量 那这个我自己最近都是在使用这个比较清润的乳霜啊 那我觉得这个清润的乳霜比较适合 就是比较是混合性的肌肤 或者是油性的肌肤 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变得比较 毛细孔比较细致 油水平衡跟比较平滑 那我用了大概有两周多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真的发现我的皮肤变得很滑耶 因为你知道最近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不敢乱摸脸 所以我晚上有就是擦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有一天就是很认真的仔细摸脸 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平滑 那这个清润的乳霜 它里面加了一些像是卢蕙汁啊 还有就是神经吸氨 真的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健康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比较是厚重型的乳霜 它里面是加了月见草油 角砂碗 所以可以让比较干燥的肌肤 立刻恢复一些弹润跟风盈的感觉 那其实在台湾啊 就是这个风润质地的蓝霜 其实比较受欢迎耶 我也问过品牌啊 原来他们是觉得说 其实台湾的女生 慢慢可以接受这种比较风润的质地 因为这样子在晚上可以腹后一点 擦就是第二天起来 皮肤的状况就会非常好 那其实这个AB霜 他真的像目前在德国非常的受欢迎 在欧洲也非常受欢迎 像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 他就是一擦完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他后来创立了 他自己投名的护肤品牌 他也找了这个AB霜的这个科学家 找他一起联名合作 所以他也推出了这个 妆前霜跟能量精华 可是像这个在台湾是买不到的啦 你可能要到国外的网站上面 自己去找找看 第三个啊 我要介绍来自英国的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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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其实进台湾比较多年啦 那这个牌子啊 其实是一个英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Dr. Yanis他创办的 那因为他的诊所就开在英国的 哈利街111号 所以他的这个产品的品名就叫做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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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 那其实他的整形外科诊所 真的有很多好莱坞明星都偷偷去整形 听说啦听品牌跟我讲说 其实台湾有一些大牌的女艺人 其实也有偷偷去做 只是名字是谁 我在这边也树无可奉告 那这个ONE ONE ONE SKIN啊 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启动精华液 其实是这个ONE ONE ONE SKIN 无心插流柳成因的产品 因为啊这个Dr. Yanis嘛 因为他就觉得说 他每一次帮这个病人做一个整形手术之后 他想要有一瓶很好的修护的产品 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太空中心研究 然后呢希望能够发明一个 就是创造一个可以促进肌肤组织再生的一个产品 那他这个产品做完之后啊 其实他还拿去给这个太空人先试用 那这个太空人使用之后觉得效果很好 所以这个Dr. Yanis就把这个产品 也拿去给他的诊所的病人使用 那病人使用就觉得说 哇我每次手术完之后 我擦这个皮肤的那个治愈的修护能力 真的非常非常好 于是呢病人就说 拜托拜托医生 你可不可以把它做成产品卖给我 然后因为这个产品有名到 连英国的顶级百货公司都分门拜访说 就请这个医生可不可以就是 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然后让百货公司去卖 所以这个皮肤科医师就想说 原来这瓶已经受到那么多人喜欢 所以他才成立了这个ONE ONE ONE SKIN 然后这瓶啊就是他们的创始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启动精华 那它里面啊其实是透明的凝胶质地 大概是这样子 那它这个质地我觉得就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涂在肌肤上面就是有点点凉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做完一些医美疗程手术 真的很适合使用 而且它其实是味道是有点淡淡的 其实是有点中性的味道 所以男生也非常适合使用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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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啊其实在英国的诊所里面 也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叫做冷冻疗程 在这个冷冻疗程它里面的温度是-85度 那如果你要做这个疗程的人 你就是进去这个-85度的一个疗程室里面 然后呢就是大概在里面运动两分钟 它可以利用这个短短的两分钟 让你的皮肤急速冷冻 然后呢赶快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一些肌肤的一些再生的功能 那你出来之后呢再去做一些护肤的疗程 让它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另外啊它在英国的宝格利的酒店 又有推出一个顶级的黑专疗程 其实也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些 贵妇都会默默去追的疗程 所以这个One One One Skin在英国 以及现在在台湾也是非常热门 一些贵妇会去默默追的品牌哦 今天我就介绍了三个 只想自己用不想传开来的贵妇品牌 如果你还有知道什么其他贵妇品牌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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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